第五节当中 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组织设计 看看这里面的支持点是什么 施工组织设计告诉我们 是由项目负责人主持编制 就是项目经理 注意这个切 切必须经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批准 这是我们单位当中的技术总工 而且要加盖企业工程之后 方可实施 那么有变更时 要及时的办理 变更审批 这一点就是啥 就是原施工组织设计 发生了变化 我们应该是重新编制 重新审批的 所以我把整个 那么东老师已经将整个施工组织 设计的编制流程 给同学们梳理了一下 第一个 我们是由谁来编制 应该由我们项目经理 项目负责人主持编制 技术负责人是负责编制的 经我们项目经理签字批准之后 上报到企业技术负责人 审批加盖工章 而且呢我们要报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和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审批之后呢方可实施 一步一步来啊 这是我们的施工现场 就施工 然后到了我们企业 施工的企业 是找我们企业的总工 技术负责人 然后到了我们监理单位 是由我们总监 然后在报监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审批之后方可实施 那么在我们施工的过程当中 又发生了变更呢 老规矩 及时的办理 变更审批手续 就一句话解决 施工组织设计发生变化 应该重新编制 重新审批 主要内容 施工组设计当中啊 涉及到的施工保证措施 究竟都有啥呢 学过没有 来看一看啊 说的总长师 我不知道都有哪些保证措施 你就听这个四个字 保证措施 那你随便写几个吧 好写的都有啥 你比如说最好写的 我涉及到有 进度的保证措施 有成本的控制措施 俩了吧 有质量保证措施 第四个安全保证措施 还有文明环保保证措施 进度质量安全 文明环保 刚才说的成本也有 除了这几个以外 还有啥 你在作业当中 影响了我们现状交通 那是不是导致了交通的堵塞 所以前期一定是做到了交通组织 得有保证交通顺利通行的交通组织措施 你要是雨季 冬季作业 还得有季节性施工的保证措施 你道路工程施工 雨天 你是不是得有我们雨季的施工作业 咱们市场工程 咱们市场工程离不开周围设计到的建筑购筑筑 一作业容易导致我们作业范围内或者周边建筑购筑的破坏 因此有建筑购筑以及文物的保护措施 再有一个永远离不开应急措施 下面看的是EK420053 这一幕的知识点 终点 啥呢 专项施工方案 还有论证 得打个终点号 这块是可以考到案例题的 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危大工程呢 我们经常说 它的全程是危险性较大的分布分项工程 我们就称之为危大工程 对于这个危大工程啊 我们只需要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所以注意啊 危大 走单转 啥叫单转 施工之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一个转就叫单转 那什么叫做双转呢 超危大 超过一定规模的 危险性较大的分布分项工程 这叫超危大 双转是啥意思啊 要专项施工方案 还应该组织专家论证 所以这是双转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点 什么情况 它属于超危大 要走双转的程序 第一个情况 开发深度超过了五米 大一等于五米 积坑的开窝 支护降水 这个好理解 模板工程和支撑体系这里呢 从选择体角度来说 那有爬膜 滑膜 飞膜 隧道膜 那再来看一个 从案例体的角度来说呢 你模板支撑工程 你比如支架 你的搭设高度 八米 就多少啊 大于等于八米 像我们最考试当中 最典型的考法 我们支架究竟搭多高 你得给我算出来 通过你自己的计算结果 然后告诉我 应该如何办理手续 你比如说 有一个这样的计算 我的底部给出来一个点 我在顶端给出一个点 你计算出来了 这个高度 比如说八点一米 那应该如何办理手续 八点一米 超过八米 告诉他 属于什么 属于超过一定规模的 危险性较大的 分布分项工程 施工难为 最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并组织专家论证 这就是我们要的手续 所以这里面的数字 你看 有高度 有跨度 十八 还有呢 涉及到总和载 十五千牛 现和载是二十千牛 这些数字啊 是八一八 一五二零 最重要的点 就是这个八米 所以我们一般 在二届试证考试当中 都是 就是一二届 都涉及 一级啊 二级 都会涉及到一个计算 就跟谁做对比呢 跟八米做对比 密切注意 这几个数字 好计不好计 八一八 一五二零 也能寄出来 起重吊桩 还有 起重机械安装拆戏 这个点啊 我们在强量工程当中 起吊作业 我为同学们做过一个总结 对吧 起重吊桩的全书总结 那里面就涉及到了这个两点 哪两点 第一个 非常规的起吊 当然危险不危险 你听这个字啊 是常规的吗 非常规的 不是常规 不走寻常路哦 所以它重量不能大 达到多少呢 一百千牛 那这种情况就得走双砖 再有一个呢 起重量三百千牛 就是我达到了三百 这属于啥 这个呢 理解为常规的 那是它在做我们双砖吗 不是 注意 常规的三百千牛 指的是我们设备的安装 以及拆线 要走双砖 然后 还有说 多长规起吊呢 常规起吊 只走单转 啊 常规的 我不管你多大重量 针对吊来说 那就是我们单转 你要是没听懂呢 我给你说个题 我常规起吊 四百千牛 请问 走不走双砖 不走 为什么 因为诺老师说了 常规起吊 你就给我办理单转 啊 那我是常规起吊 二百千牛 涉及到设备的安装和拆线呢 走双砖 又不对 为什么 没有达到三百 那我常规起吊 我四百千牛 涉及到设备的安装和拆线 走不走双砖 走 这回就对了 脚手架这里 啊 涉及到落地市 当时高度五十米 啊 级以上 辅助市呢 是大约等于一百五 哪是弄啊 旋条市呢 这边危险 高度不能高啊 大约等于二十 拆除 密切能注意到的就是谁啊 桥梁 桥梁 拆除啊 引起的有毒有害 气体或者是粉尘扩散 毅然一爆事故发生的特殊建筑构筑的拆除 岸挖工程当中 矿山 就是喷毛岸挖 敦构法 丙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哎 双砖 还有其他的是啥呢 比如说人工挖孔庄啊 人工挖孔庄 我们超过了 这个大约等于十六米 啊 大约等于十六米 我们可以走双砖 人工挖孔庄最多挖多少米啊 二十五 那哎 这些个点都是我们已经把重点的 谁在做双砖都已经梳理出来了 这个点考试可以怎么考的 给你一大段背景资料 然后就问你了 整个工程当中 我们究竟有哪些需要编专项实用方案 或者问你 应该进行专家论证 那你得给我说出来呀 你得告诉人家 说我从背景资料我看出来了 啊 有顶管 那顶管就得有 我背景资料看出来了 睡到人工挖孔庄了 十八米 你超过十六米了 走双砖 所以从背景资料当中 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我找出来 有这样的选择啊 需要专家论证的工程有 五米的机坑 当然了 常规起跳没有 人工挖孔庄没有到十六米 顶管有 滑膜有 ADE 对吧 专项施工方案啊 关于编制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实行施工总承包 那当然是由我们总承包单位来编制了 威大的工程如果是分包的呢 专项施工方案可以由我们相关专业的分包单位来组织编制 为啥 专业 专项施工方案应当是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 单位的总工来签字 盖的是单位工程 到了我们监理这里是由总监来签字 盖的是职业印章 关于专家论证会参会人员 这里面是两个点 哪两个点 第一个 专家论证会的参会人员 除了专家以外 其余的建设五方都到场了 自己看一看 这块考的几率不大 那考谁呢 关于专家 这专家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这个位置很容易让同学们搞混 现在我们就不再往下翻 我就直接问你专家的人数 我相信有很多同学会说 不少于五人以上的单数 跟单双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注意专家的要求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专家是从专家库选取 符合专业的要求 人数呢 不得少于五人 也就是说大于等于五 第三句话呢 与本工程有利害关系的 你不能够以专家的身份 去参加专家论证 当然有同学会说 东老师 这个位置难道不是单数吗 跟单双没有关系 有的同学是这样认为的 说如果来的不是单数 来的是个双数的专家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们会形成 三个同意 三个不同意 那这种情况没法区分呢 对不对啊 你理解错了 专家论证 最后的结局 不是看少数服从多数 而是要形成一致性的意见 什么叫做一致性呢 咱举个例子 六个专家来了 其中有五个专家说 这个方案没问题 有一个专家说 这方案有问题 那我们有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呢 没有 几个意见 两意见 同意 不同意 那两意见怎么办 拿回去重新改 改完了重新组织 专家论证 最后 我们六个专家 都说这个方案通过了 这才叫做专家论证 他的专项事工方案通过 所以与丹双有关系没有 没有 你要认为是丹双 那是开常委会的 对不对 不是开常委会的啊 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你可以理解为一票否决制 对吧 谁呀 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 专家论证的主要内容干嘛呢 论证啥呀 看一看你的内容是否完整可行 你是不是在纸上谈兵 专项方案计算书 和验菜的依据 施工图是否符合有关 标准规范 专项施工方案 是否满足现场实际情况 并能够确保施工安全 同学们经常所说的 五人以上单数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当是把评标委员会 和我们的专项施工方案的 专家论证给搞混了 搞混了 区别对比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